《聖景預言書》這本書的架構為一部冒險故事 以第一人稱的罪事手法 描述故事主人翁在秘魯循序發現了九個覺悟 而且一一了悟了其中的真意 1994年3月後 這本書在美國成為廣受熱烈討論的小說 作者回顧發現自我的過程 將它匯整成九個覺悟 而且編讚成為一部小說 或者正因為那種出色的表現手法 而令這本書獲得廣大的迴行 將人類意識的轉變過程 以虛構小說的形式表現 這種手法在當時算是相當之新穎充滿了創意 為了讓那些在靈性成長領域不太熟悉的人 也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有願意也有浪漫情節的冒險小說體材 確是非常吸引人的做法 我們要了解 我們都在扮演著某個角色 為了滿足自己而從他人身上掠奪能量 故事是從南美秘魯的森林裡 發現了一部古老的手稿開始講起的 這部古老手稿中所記載的九個角悟 是關於人生目的與意義的精闢智慧 主角彷彿在一股莫名的牽引力量下 踏上飛往秘魯的班機 在那裡等待他的 卻是意想不到的體驗 在一連串的海後和冒險中 主角一一發現 而且看悟這九項角悟 以下就簡單地介紹這九項角悟 第一項角悟 現今有很多人在共識性的引渡下 開始步上他們人生當中的靈性旅程 第二項角悟 過去這五百年來的物質主義 始終不斷地告訴世人 科學萬能、技術萬能 而如今正是世人從這些固執的想法中 清醒過來的時代 第三項角悟 察覺肉眼見不到的能量 明白宇宙萬物都是一種神聖的能量場 第四項角悟 從小我們都在無意識當中學會操控他人 而且從他人身上奪取能量 這就是所有紛爭的起源 第五項角悟 透過一種與內在的神連結的神秘體驗 消除我們的不安與恐懼 第六項角悟 覺察自己正在用什麼方法去盜取他人的能量 而且擺斷這個方法讓自己自由 如此就可以與自己內在的神連結了 第七項角悟 當你了解自己的使命 偶然的同步聲就會開始加速運作 你的人生也會踏上宇宙的紅樓 豁然開朗 第八項角悟 透過能量的相互給予 可以令自己與對方的能量一起提升 第九項角悟 現今一種暫身的文化正要誕生 我們將要成為靈性的存在 生與死都將合一 其中讓我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第六項角悟 內容描述的是自己在怎樣的養育方式下成長 又會從無意識地養成怎樣的惡習 我們都是在來到這個世界上之前 自己選擇了自己的父母 但是生長的環境 會讓我們開始學習著扮演起 脅迫者、旁觀者、受害者 或者審問者的角色 以便掠奪他人的內在能量來滿足自己 當我們仔細地審視自身的問題 而且覺察自己正在扮演什麼角色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清理我們過去的問題 一旦能夠清理自己的過去 便能夠與內在的神聖能量共生 作者占武士雷德菲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的20年期間 便對人類的靈性成長感興趣 而且不斷探究其中的奧妙 他擁有社會學學士學位 和心理諮詢商碩士學位 而且擔任長達15年的心理治療師 專為有情緒困擾的青少年進行診療 具有這樣的經歷的他 當時直直無民 因此 沒有任何一間出版社願意為他出版這本 聖景預言書 於是 他好盡職速自費出版 而且與妻子同心協力 經營這本書的事業 最後 終於有大出版社 因為這本書的好評民風而來 向他們表示好感興趣 1994年3月 華納圖書出版社 以20萬本的手冊 在美國的實體書店鋪貨之後 這本書立刻就登上全美暢銷排行榜 就說了 關於這本書為何會受到這麼多人的青睞 只沒有事是這樣解釋 因為過去這30年來 美國人對於靈性的覺察 愈來愈感興趣 很多人在讀了聖景預言書之後 感到自己的人生中 確實也經歷過和書的內容相符的遭遇 現在有很多人想在自己的人生中 追求更大的滿足感和人生使命 而他們大概也都覺察到了 想將人生過得真實 必先擁有真正的靈性 當初我們會發現這本書 是因為接到國村書店的請託 一拿到完書之後 我們就馬上開始閱讀了 雖然剛剛開始 我們對於故事的設定感到有點奇怪 但是繼續讀下去 就會發現書中的九個覺悟 都是今時今日的我們非之不可的事 當然 我們也立刻接行這份翻譯的工作 於是 日文版在1994年的10月出版 這本書一陳列在書店中 就開始以驚人的速度銷售出去 讓我們更感受到 這本是潛力無窮的好書 也是一本讓很多人引頸期盼的書 尤其在之前對於心靈的探索 仍以女性為主 但是不少男性在閱讀這本書之後 竟然也加入了這趟探索旅程 這個真是十分巨大的改變 都是要歸功於這本書所潛藏的力量 我們大概見過知武士本人三次 第一次是在1995年的1月 我們前往夏威夷參加 知武士夫婦舉辦的座談會 印象深刻的是 當時她呼籲說 接下來很重要的是 成立靈性方面的讀書會 同心協力 一起擴展人類的意識 提升我們的震動頻率 2011年4月 第十二個覺悟在美國出版 緊接著日本也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出了日本 現在這個時代 正要走入一個巨大的變革中 聖景預言書 可以說是那本 在我們準備面對變化的時候 擔起重要角色的一本書 而她未來也會在一代又一代間流傳下去